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这一天郑州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我决定从洛阳往西走 到山区里面去避一下疫情 本来打算直接去三门峡 但是看了一下地图 在这里正好经过小浪底 所以来欣赏一下小浪底 但是在去小浪底这一段时间里 竟然又被套路了 真是不敢相信 欣赏一下大美黄河的湿地 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美 小浪底 看看啊小浪底景区 临时必远 游客请折粉 这边就是小浪底 这边就是小浪底 毕京的一座桥来这里看一下 然后我们去东门的观景台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到了东门这个方向了 听说这个观景台呢就在东门这边 我是过来旅游的怎么了 来来来带一看小浪的线红嘛 看那个瀑布 我来这看一看都行啦 你带我去哪去看去啊 一会不要看不到咱们就到观景台看看全貌 咋看不到这不就都能看到了吗 看这一点嘛 你要看看全景 行了 看到一点都行了 还想看多少了 来一会不容易 你们来了一会 哇 真的是好壮观呀那边 这个地方看来的位置还是不好的 这家屋子咱们数地步步到零了 参观了大平台 开车去四分钟大 有个观景台 多长时间 四分钟 在四分钟 是不是当那个山庄上面 上面是个水库 看那个下面看 不一个地方 哎 太麻烦 开车去四分钟大了 有个观景台 专面看那个小浪底三个字 蟹红的动物全部都看到 我自己又不能去 非得你带上去 不是 是你俩找不到地方 咱都是当地人 我们家都在这地方 我从这儿拐个弯 我都上了 杀了我还找不到 上面是开水库的 看那个大巴西 没空 下这一块 出水口了 你俩想看 全部你带去看了 哎 太麻烦 你要多钱 30块钱 总共30块钱 从这儿看看就很漂亮 不是什么 你看到水的 要钱看到 好漂亮 特别漂亮 真的 我们家都在进去 还是照顾一下大姐的生意吧 30块钱 三个景点啊 由于我的车放满了东西 坐不下 大姐只好骑着电动车往前走了 据说非常的近 这还要经过一个60年前的隧道 有一种穿越回60年前的感觉啊 好 你们看一看啊 这就是观景台 在这里的人还过不去啊 哇 这满雪糕的也不在了是吧 都太大了 不都卖东西 小浪底 哇 哇 对面就是小浪底水库啊 哇 这这边容易坍塌 哇 真的好美好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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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里的什么全有 夏天应该挺热闹的这里 这里的景色呢还是非常美的 现在是下午4点钟 夕阳伴着黄河水 真的是特别的令人陶醉 是不是被淹了这里 啊 淹了吗 一百多米 看那树都在水里呢是吧 啊 前面那个树水水少是七八十米 现在有一百三十米 我的妈呀 七八十米呢 啊 现在有一百三十米 水少呢 一百三十米 这么恐怖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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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景台的旁边呢 还有很多废弃的房屋 看起来破破烂烂的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庆幸的是呢 这里还有一个公共厕所啊 这就是观景台 然后从前面一直走呢 就可以下到黄河的河道 接着呢 我们就来了第二个观景点啊 这就是中洲国际大酒店 这里就是大姐所说的观景台 其实呢就是这个中洲国际酒店的客房部啊 客房这款二层的客房漂亮啊 哇 这水汽啊 果然是在泄洪当中啊 哇 好漂亮啊 哇 这儿是吗 哇 啊 这个水汽能飘一公里远 你要我三十块钱 你觉得合适吗 关键是我又没有 退我十块 你这个不合理 对不对 你不得退我十块钱吗 挺漂亮的 人家酒店盖得不错的 是吗 这个地方的接待店 接待店 接待店哪个地方 是里面不好开会的地方 那你都不打算托我十块了 现在这么冷 我带你一大圈 你 你少带我一个地方啊 你锁好的三个地方三十 二十过你车来 你刷二点都行 我突然穿大家带去 等一等我 我再出这儿车我还给上你钱 你又不给我讲解 你对不对 虽然呢只带了两个景点 但是呢 搭起也挺辛苦的 这件事情也就算了 这边的景色呢还是很漂亮的